沙巴古达凌晨惊传火灾 起火的是一个非法木屋区 火灾从凌晨1点40分左右突然窜出 并且迅速蔓延 至少80所木制房子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熊熊大火就连几公里外都能看到 烈火冲天的景象 场面非常害人 由于灾区的房子非常密集 车辆又阻碍了消防车通行 因此消灯人员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将火势控制下来 并且到清晨7点多才完全扑灭 虽然当局证实目前没有接获伤亡报告 不过这场火灾已经是让400人痛失家园 当地两年前也曾经发生严重大火 至于这次火灾的原因 当局还需要进一步调查